疾病没有假期 捐血中心也呼吁民众 能够在假期前前往捐血 今年春节共有6至7天廉假 当民众放假时 医院的血液需求 不会因为放廉假而减少 高雄捐血中心呼吁民众 放长假前踊跃捐血 以提供全台血库安全的存量 1月份今年的话 就是开始有过农历节了 那今年的过年的话 我们总共是放了7天假 那在医院方面的话 病患需要输血的话 不会因为过年期间就是不输用 那他也是需要用血 那希望就是民众的话 就是可以在过年前的时候 永远来捐血 然后帮我们筹备 我们过年期间的一些 血品的库存量 我们的基本的安全库存量 我们会设定7天 那等到我们如果低于 4天到5天的库存的时候 我们的企划部门的话 他就是会去做宣传 当民众捐完血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血品不是马上就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还需要到经过检验 那当检验合格之后呢 才会把血品录到我们的供应部门 那供应部门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有做基本的库存量 那等到医院有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们下订单 那我们再把医院所需的血品的话 就是做一个血品配送到医院 一般来说 一袋血可以分成红血球 血浆和血小板 一包血可供给三个生命 红血球可以捐给车祸患者 血浆可以给烧烫伤患者 血小板则可以帮助重症病患 对个人而言 捐血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让身体自动产生心血 另外在春节期间 许多捐血中心亦提供民众捐血服务 若想在春节期间捐血 可以打电话至住家附近的捐血中心 洽询服务时间 十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高雄采访报导